小伙伴说得对 臭美者臭味香头 所以十分喜欢这间粪水房子 第一 单程从阳台往房子里面看 我也特别喜欢里面的环境 高清电视 自带游泳池的房子 这个不是一帮平民所拥有的房子哦 不过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每天叫小妹子起床干活的时候 总要把粪便水升起来才能进去 很麻烦耶 而且万一某天寒风刺骨 叫小妹子起床 很容易就会导致她受寒 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设计一个平移电梯 这样就能无设分水 谁一进去 不客气是我 天才的脑洞 蛤 设计平移电梯 最重要的道具就是滑动三兄弟 如何滑动三兄弟主要材料是浇油 我就要去第一次收集浇油 哇塞 前面就有一大片的熔岩巨兽 数略估计有六头 以前我可怕你们了 一巴掌能拍我半高血了 不过这次世道不一样 我有顶级父王的大宝剑 一卡立马CK 他们根本碰不到我一根堂环 跟打蚊子一样简单 别跑啊别跑啊 老让我追你就不好了 轻轻上升就说我三颗加油 来到地心 顺便再收集一下鼠关石粉 毕竟专属动物园可好看啦 还有裸露的金块 虽然目前金块不能合成工具和装备 但是用合线房子 金光闪闪 还是很好奇的 我知性格 于一道收集环境就停不下手 花了两天时间收集一堆金块 回去啦 把金块放进熔罗断烧 啦啦啦 得到六祖多的金子 把他们合成大金子 等等用来做平台 滑动三兄弟也顺便做出来 好嘞 现在够材料设计平易电梯啦 开工开工 由于滑动方块会带动自然方块 所以必须清理一片空地 毕竟是小梅子家 随便猜都没有关系 一 在这个位置 结高钢粉入滑动方块 加后面向外 再连上减好标记器 接着看环境 搭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平台 嗯 行了 最后填补加好标记器 把平台做好 登登 启动开关 平台就能顺利移动到外面 接着关键一步来哟 在这位置 再添加一个滑动方块 平台就会再移动一次 嘿嘿 啄起来 移动两次 就能穿越凤水瀑布啦 完美 最后 则需要把平台搭建成小电梯 放上椅子 箱子 花瓶 玻璃抓修 瞬间成为一抹高道下 人性化的电梯 打工告成 让我坐坐 启动 冲凉 哎呦呦 怎么还有边边水进来 快快快 再启动开关 啊 好像有点毛病 再试一次 出发出发 嗯 进去没有问题 干净利索 不过 出去有问题 哎呀呀 出错错 还是有边边水 哦 原来这里缺一片玻璃 赶紧填补上 哦耶 这下就没有问题啦 啦啦啦 帮助梅子家 安装一部平民电梯 以后小伙伴 想进小梅子家睡 坐着电梯就行 不过 问题又来了 有多少小伙伴 愿意住进凤水房子呢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